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景 我是石涛 现在国内朋友集中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反日游行 抗日游行 另外一个就是大连哈根斯的尸体展 他的尸体的来源到底是有多少中国人 为什么 怎么来的 这是我们看到现在讨论的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那我们注意到提到尸体展的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追到最后 追到这个尸体来源的时候就没了 今天没人敢回答这个问题 那同样这件事情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在国际媒体当中的反响非常大 前所未有的 我相信跟薄熙来的案子要被审和明天 谷开来就应该审判结果出来是直接相关的 但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状况就是 正是这件事情 哈根斯的尸体来源之处和怎么来的尸体 以及围绕着那一个时间段 在辽宁 在大连 薄熙来主政期间 他到底在其中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 他是一个什么角色 谷开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角色 相信这是中共真正惧怕被披露出来 这也就是有充足的理由说谷开来配合法官 配合检察官全盘承认自己故意杀人 用个人故意杀人之大罪来掩盖更大的一个罪恶 否则的话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谷开来会这么在法庭上去跟法官配合 为什么中共的最高层要求法院怎么怕 那这件事情的反响之大呢 在周末的时候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阶段 我说全新的阶段呢 两个 一个 加拿大总理哈勃首次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这是海外的主要的西方国家的政府首脑 面对面的接触到这个问题 另外一个 国内的媒体第一次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看看哈勃是怎么面对这个问题 文章题目这么讲的 哈勃总理面对中共活摘器官罪恶感到震惊 文章提到说 2012年8月6号 加拿大总理哈勃一行到温哥华参加议员的夏日聚会 那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向哈勃就加拿大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请他和加拿大政府观众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 哈勃表示震惊 并且收下了两个独立的调查员 就是加拿大的国家勋章获得者 大卫·马塔斯 这是人权律师 另外一个是大卫·Q格 是加拿大在国会就职时间最长的一位 推休的国会议员曾经出任过主管中国事务的加拿大外交部的亚太司的司长 这两个人写的调查报告就是从2006年第一本调查报告出来之后连续更新了三次 把这本叫做《血腥的器官摘取》送给了哈勃夫妇 那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说了 我们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几乎集中在这件事情在探讨 而时间的关节点在2006年 我在太多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哈勃作为加拿大的政府首脑 面对面的被问到这个问题 这就我一再说这什么叫天下 什么叫天下 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 真正这个会议的时间 大家注意到他见面的时间是8月6号 同一时间是在这一次谷开来开审之前 首次再次被海外提出有关哈根斯的尸体来源问题 这是同一天出现的事情 那今天我们到了8月20号19号20号 我们看到的事情就是这样 再问您这一句天下哪有这么凑巧的事呢 文章介绍说根据明慧网报道 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张树和前加拿大国会议员 西马一同参加了夏日聚会 而哈勃总理在接见民众时 张树当面向哈勃提出了法轮功问题 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 并且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 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 哈勃几次直接向他表示说 有关法轮功问题我们一直在跟中共提 当哈勃听到法轮功学员告诉他 王立军薄熙来一事对中国社会影响时 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的时期时 希望加拿大政府持续发出声音 帮助停止迫害法轮功 哈勃连连表示我知道 当听到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 哈勃 哈勃夫人以及他的秘书表示极其震惊 西方主要的国家之一 加拿大 他的总理第一次直接面对面 接触到有关在中国境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的事实 而同时与张肃在一起的另外一个前国会议员叫做西马 他呢在现场明确公开表示说 法轮功学员是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抗争 如果他们输了 没有人是可以安全的 在迫害和灭绝发生的时候 如果没有人敢站出来讲话的话 那就会造成二次大战时的大屠杀的重演 我相信这样的巧合 这样的机遇 这样的碰面 跟在这个时候发生 我还是说那句话 有人说 涛哥什么叫天意 天意正在过程中 那就在同一时间呢 香港的动向杂志八月刊呢 披露出一个内幕 消息是这么说的 香港媒体首次爆出江泽民的政治遗嘱 这个政治遗嘱呢 一开始实际是针对所谓江泽民要平反六四的说法 大概一个月前我们看到这样的爆料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分析的是 曾庆红在操盘 在把这样的说法呢 拿出来再挤的胡锦涛 这是我们当时的评论 那在这个文章当中这么讲说 江泽民比中共的任何一个高级干部 都更能知道六四问题所具有的辐射力 他在按程序交出党的总书记之前 在2001年2月份 借贯彻三个代表的中央会议之机 明确定出两条 第一个 绝不允许松懈打击法轮功的斗争 第二个 对六四定性的党的结论 正确性是不容改变的 而这两条 并没有写进江的泄密大权 而是由库恩所著的江泽民传披露出来 民间研究江泽民史料的学者 把这两点称为江二条 所以这就是江泽民还是总书记时 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这两条是不能动的 六四为什么不能平反 那法轮功学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当成阶级敌人 成为了哈根斯尸体展的主要的尸体来源 原因跟着直接相关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 这种分析有它的道理 因为就在8月18号是江泽民的生日 结果出现了一个故事 不同寻常 江泽民生日投书人民日报 但没有被刊登 根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 引述了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表示 相关人士在本月 曾将江泽民写的一篇文章 交给了人民日报 准备在江泽民生日这天发表 以祝贺江泽民86岁生日 不过人民日报却没有如期刊登 这是非常特别的事 大家知道 过去的时间里 江泽民思维敏捷 一切谈吐非常清晰 方向感非常强 但就见不着这人 所以我一直曾经对这个 北戴河会议的时候 对他有个期望 蛤蟆是淡水的 你就到海水里憋足的气 冒一泡 肚子往上扑一泡 我就说泡冒不了 你就放个屁 水出一泡也成 没有 我们看到了 没有 但是文章一直想出 所以文章最后提到说 明报明确报道讲 自去年10月10号 江泽民最后一次露面之后 再也没有露面 解放军总院301医院的一位退休人士说 江泽民曾经做过肝癌手术 他得过肝癌 肝癌老疼了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就是慢慢吧 岁数也大 慢慢吧 他又不想死 那么多人也不想让他死 但是人都得死 但是他的死法 大家看 大陆的财经中国 首次提到哈根斯的尸体展 并且矛头直接指向薄熙来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这篇文章是8月16号 财经中国以题为 哈根斯人体塑化工厂追踪 探讨的内容 跟大家伙关心的一样 哈根斯的真正的尸体标本 到底是怎么来的 这个企业是如何被大连授予高新企业的 而尸体展本身的背后 是否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利益链 这就是我们一直探讨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状况的出现 是非常特别的 我们也注意到 有关这一部分内容 在中国大陆没有被封杀 文章还引述了北京新京报的报道说 实际目前在大陆 做生物塑化标本的工厂呢 已经包括在广州 上海 南京 青岛 深圳 泰安 大连等地都有了 所以不是一家 有多家 但是有多少家 在做人体的标本 它的尸体怎么来的 那文章呢 紧接着就主要引述的 就是一个瞭望东方周刊 在03年就当时曾经了解到 当时薄熙来是辽宁省省长 在这个背景之下 就提到说 实际在当时全国 没有任何一家 从事人体生物塑化技术的生产厂家 有权办理出入境证明 以及出入境特出物品 卫生检疫审批单 当时他所采访的 完全都是辽宁省系统之内的人 所谓的政府披荐 全都来自于薄熙来掌控的 辽宁省和大连市 所以真相就在过程中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